最近中央美业开盘里面有一系列的活动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系列活动 系列讲座就是学术作为立场的一个系列讲座 以往在人们物以为或人们一般印象当中 在美业类学校办的各种讲座 肯定不是谈美串要不是谈美串史 那么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 今天的艺术更是一个跨界的 涉及到各个领域 就是一个艺术家能够成为艺术家 他是对纵向横向有很多的思考 不仅仅是美术的技巧或美术的色彩 所以说我们举办这个学术作为立场的系列讲座的目标 或者目的也是希望把更多当今活跃在中国的一些学者 一些相关的学科的知识 跟大家有一个交流或者有一个传递 这样的话让我们再去了解今天的社会动态的时候 更有一个丰富的知识背景和思想背景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系列讲座请到了人工大学张铭教授 张铭教授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 对这个领域左右成效左右成绩 而且呢也经常在网络上也经常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 所以说呢张教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叫做自由在中国的命运 以五四运动为例 我想这个话题实际上也是中国近代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 那么今天我们欢迎张教授给我们做这方面的精彩的讲座 好谢谢大家 很高兴能跟大家见面 我是专门想到我们会在中央美院的这个教室里头来讲话 当然他们你们肯定不会期待我去讲什么关于你们专业的事情 那我就只好贡献一点我对于这个近代思想或者近代一些学生的行为的一些看法 这个自由啊这个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早就有 但是呢它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自由 当年严富先生在19世纪末翻译约翰米尔的《论自由》 对于这个自由这个概念 Liberty怎么翻译成汉语 他很犯愁愁 他不知道怎么翻 他最后呢 他没有用我们今天这个常见的自由两个字 他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一个概念 用的是一个持组叫做群己权戒 他认为原来中国这个自由这个概念啊 他都还太含糊 他太含糊 我们比如说往前推 中国在古今头有自由的概念 有自由 在往前推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追向最深的就是隋文帝 隋文帝呢是一个好是一个历史上称的好皇帝 坏皇帝是他儿子隋阳帝不好 隋文帝很好 但是隋文帝呢很好 隋文帝有一个非常凶悍的老婆 独孤士 这独孤士呢很凶悍 但是呢隋文帝呢也有男人之好 寡人有机 皇帝嘛都也皇帝也是人嘛 对吧 所以这个带着西方老婆就不许他泡妞 他有一天就忍不住泡了一个妞 泡了妞很漂亮的妞之后呢 他老婆知道了以后就把这个妞给杀了 他非常愤怒 要离家出走 不当皇帝了 就跑了 当然他这个皇帝是不能跑的嘛 皇帝 你说咱们谁在座的谁要离家出走都无所谓 你皇帝离家出走还了得 对不对 所以大人就拼命拦他跪了一地拦他 走不了 让你走不了 后来又最后走不了了 长叹一声 说五贵为天子 不得自由 但是这个自由是我们说今天的自由吗 但他就是很含糊 我们今天用他就是很含糊 我们知道 毛罗东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 就是反对自由主义 反对自由主义 他反对 他反对的自由主义就是什么呢 就是自由散漫 不负责任 互相乱说乱传话 大外报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些平常人地交往中的那些恶习 他都说是自由主义 蒋介石先生 是毛罗东的对头 他不是对头啊 但是我看到我翻蒋介石的全集 发现 这两个这个对头啊 别的地方面他俩是对头 但是关于自由的看法 他们俩出奇的相似 老蒋介石 老蒋介石 对自由的看法跟老毛差不多 他也认为自由不是搞的东西 啊 就随随便便 自由什么啊 啊 谁干什么干什么 再往前推 再往前推 孙中山先生 也认为自由不那么好 我们都知道自由三 我们现在把孙中山先生奉为 中国民主的先驱 每年过十十一的时候 又把它推出来 啊 但这个民主的先驱 对自由 看法确实不太 他就说 他一直觉得中国人太自由了 自由太多了 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自由 不是个人的自由 而是一个民主的自由 个人要放弃自由 要追求民主的自由 那么民主的自由是什么自由 那么个人如果没有自由 这个民主的自由是怎么回事 啊 你看 我们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奇异 啊 所以在实践中 就在现实中 这个东西啊 就就开始出事 都是事 我们都知道五四新化运动 啊 五四新化运动是个很好的东西 啊 当然是现在有一些 有一些不不太好的这种评价 很多这种儒家学者 号称是 呃 喜欢儒家学者 对五四新化运动 抨击很多 因为为什么抨击他 就是因为他反对旧伦理 反对传统 达到孔家店 啊 但是其实我在我看来这个新化运动还是不错的 如果没这个新化运动的话 中国后来的中国后来的文化繁荣 以及我们现在值得以以让我们令我们称道的令我们称道的民国时期的很多文化教育的繁荣 都不好说话 都不好说了 那肯定没有没有五四就没有后新化运动就没有后来的事情 啊 这个关于这个文化教育的繁荣都没有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文学文学界 我估计可能在座的可能都是都是这个你们美院这个人文学院的人人人做一点 那么文学界那些我们今天还称道那些巨匠呢 那你说哪个是用文艳文创作的呢 鲁锅毛把老曹 有哪个是啊 一个都没有 显然他们都是新化运动后面出来出来的 以及后来的教育也如此 啊 没有这个新化运动后来的教育 中国教育 比如包括新南联大 我们很称道的新南联大的这个成绩 肯定也没有 啊 没有参与培的改革 就没有后来的大学的改革 啊 新光运动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就这个新运动能够闹起来 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他推崇 个人自由 推崇个性解放 非常推崇这个 那么 这个推崇 他很合什么呢 很合当时学生的口味 大家不要不要讲这个东西 那个时候 虽然中国在新华运动的时候 从1917年的时候 说实在的 中国虽然有了大学 有了中学 有了很多学生 有了很多新的 就是我们从从传统医生讲的新学堂的学生 但是这些学生们 啊 观念还是相当保守的 啊 尤其是他个人生活是很不自由的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的中学生 年纪都比较大 大学生年纪更大 而且都是复杂子弟 复杂子弟 都是男生 一到二零年才有第一个 就是大学女生 以前都没有 以前就是大学生 即使是高等教育 也是专门的女校 那么这男生们 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什么呢 他们在没上学之前 就已经被 家里包办 结婚了 家里一个老婆 家里也放了个媳妇 啊 家里给找的 财婚妞 不管他喜欢不喜欢 家里给找了 那么把老婆 扔到家里以后 出来上学 那是个事啊 早晚你再回去 啊 有的还有孩子了 所以 他们的个人生活 都不怎么幸福 出来以后感觉 出来见了四面之后呢 家里的财婚妞 就觉得 有些很多 还是小小女人 要思想 我们在座的 在这读美院 啊 家里有一个财婚妞 还是小小的 在这等着你 早晚你要跟他过一辈子 你心里头想想 下课的时候 你就觉得是个心病 就这个事 啊 很麻烦 那么这种 呼吁个性解放 呼吁个人自由的 这种东西呢 它继续是很错口味 那个时候 新化移动中有一个 啊 就是 就是有一个风潮 就是提倡婚姻自主 那时候最流行的一个话剧 就是一生的那个 玩偶自家 玩偶自家 中国也演过 中国以前 后来也演过 人也有演过的 啊 也演过的 但是那个时候是学生演 老是学老是演这一戏 还有一个就是 王尔德的 少女的三 啊 这两个 尤其是王老之家 他都有一种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女性啊 这个 解放的意思 王老之家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 这个挪拉嘛 本来一个好好的家庭 都爱你家庭 老公对他不错 啊 挣的钱也挺 也比较多 有孩子 有老 有老公 这个家庭天天相夫教子 过得很舒服 爱情 突然之间 也不知怎么了 就受到什么东西啊 这个啊 受到什么 给 就思想 给亲私了 亲之后 这个汝农娜就不安分了 觉得 我无非 我的价值在哪呢 我无非就是丈夫的玩偶 孩子就是我的玩偶 这生活有什么过程呢 不过了 一扇门 出走了 啊 出走了 这很火 啊 于是呢 于是这些年轻人啊 就开始纷纷的 啊 追求 个人自由 啊 个人自由的一个很大的标志 就是跟家里的包办婚姻决裂 这个对于家 很多家庭来说是很痛苦的这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时代 如果你这个婚姻包 就是婚姻要解除人家 如果你要是这个女方没什么过错的话 你要解除这婚姻 你要付出代价的 过去的婚姻啊 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政治经济的联盟 啊 不是你个人的事情 在旧时代你说你结婚 不是你们夫妻俩的事情 你男人娶媳妇是你给你爹妈娶媳妇 不是给你娶 目的是什么呢 是给你爹妈 传终接代 啊 这中国的传统是这样的 那么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政治经济联盟 所以如果你要是让爹妈 取消这个婚约 你把人弄回去 那就是很 就是这个事很麻烦 弄得好 要出人命的 因为 这个人家已经嫁到你们家了 嫁到你们家 你再给弄出去 以后你就 这女孩就毁了 特别像今天 今天说 今天咱们离婚算什么呀 今天今天离婚就跟那个 就跟去到咖啡馆喝咖啡差了多少 很轻易 那个时候非常难 所以 这种事当时的社会人起了很大的扰动 但是我们青年们是勇往直前 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这个风潮一直在吹 从五四开始吹起 男人 男青年 女青年 男学生 女学生 都开始 争取 婚姻自由 再往前走 走哪呢 就开始 家庭路标 刚才这个性路标 把性取校 用英文字母代替 或者是用数字代替 当年南开中学有一个叫绝务社 绝务社的骨盖就是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和他的老婆邓尹超 这个他们就曾经干过这事 在一起说这个信用要的干嘛 不要 不信周 啊 不信周干嘛呢 就是排号吧 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 然后呢 弄了好多团 只团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 然后呢 大家抓救 啊 抓到什么又是什么 周恩来抓了一个五号 所以后来他有一个笔名叫五豪 五豪 这个五豪就是五号转过来的 邓尹超抓了个一号 邓尹超一个笔名叫一豪 但这位后来因为他他相夫交子 他就隐蔽在这个他丈夫的光环之下 所以大家都不记得了 所以没有人记得说邓尹超写什么东西 其实邓尹超当时是很活跃的 啊 还有的人更神 啊 把他庆 把自己性子取消了之后呢 回去给他写信告 告他爹 以后我们就一样啊 我一会儿不叫你爹了 啊 咱们都一样 把爹气气晕了啊 然后就马上跟他断绝关系 不给他钱了 啊 这样是很多 走那 我们知道新华运动是一九一七年开始的 到了第 第三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号 啊 这个五月四号 我们大家都记得 啊 啊我们稍微有点记得试常识都知道了 五岁运动嘛 啊 五岁运动就是一天弄回来的 这个五岁运动跟新华运动有不一样 他就是政治运动 啊 学生上街了 啊 上街 这学生上街 啊 当时很激愤 说中国 这个巴黎合会上中国外交失败 啊 所以中国要亡了 所以学生要上街去救中国啊 有人还这个把手指都割破写了血书等等 反正很激愤 啊 这个事 啊 跟五四新华运动 我们一般都是混在一块讲的 但实际上他两个是不是一回事 啊 不是一回事 两个 这两个 这个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五四政治运动 他基本上是两两两回事 两个道 走的 啊 两个道走的 这个 呃 中国政治有点事 只要政治还比较宽松一点 学生肯定会闹事 近代会闹事 现代会闹事 古代也如此 古代我们东汉的时候 我们北盛的时候 这太学生都上街闹过事 啊 学生搞学生运动很正常现象 只要政府不是强力镇压 他就会搞 啊 就会搞 那么 这个五四政治运动怎么搞起来的 就是因为 啊 死前 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九一四年啊 伊斯大战 打起来了 啊 伊斯大战打起之后呢 当时中国没有参战 中国是中立国 但是日本参战了 日本当时站在英法 这个协约国一边参战 他对于他对德国和奥雄帝国宣战 但日本参战以后他没有派兵到欧洲去打仗 我们都说 伊斯大战是在欧洲打起来的 啊 是南斯拉夫的一个有志青年把这个谁呢 把这个啊 奥雄帝国的 皇太子给刺杀了 这个事闹出来的 欧洲打下来 但是日本参战他不在欧洲打 他在中国打 他派兵攻击了当时德国站的青岛 以及德国控制的一条铁路 就是交集铁路 那中国没办法 中国开始不想让他打 他一就是打 你没招 中国惹不起人家 最好就是中立了 就最好中立 完了当然 德国 他的重点在欧洲 远东是崩悬海外 根本就没有接济 所以青岛和赵金线就被日本给炸了 日本整整体上就是在第一次大战的时候 他就打了这么一仗 啊 然后这个战争就开始延续 延续到1917年的时候 1917年的时候呢 中国也参战了 为什么中国要参战呢 是因为原来啊 这个协约国和同盟国这两大集团打仗 本来是觉得这应该是个数战 因为欧洲此前的战争都是数战 几个月就打完了 没想到这场战争打了旷日持久 从1914年到17 1917年还没有完呢 没有动静呢 双方绝好聚首 没完没了 身为财产物质消耗巨大 尤其是人力消耗巨大 没人了 后方工厂没人做工 前方没人抬担架 没人送担药 没人挖在好 劳动力严重缺乏 而当时他们就想 尤其是英国法国就想 说能不能从中国遭劳工去 但中国是中立国 不好办 中国老百姓都乐意去 但是他是中立国 他不好办 于是没办法 就逼中国 劝中国参战 中国还引起了很多风波 最后反中国参战了 参战了中国 也练了一支参战军 他没等 没等这个参战军练好呢 战争结束了 但是中国呢 派了大概有 里前前后后被招募去了 有二十多万劳工 在欧洲打仗 欧洲帮人一起抬担架 王战好 出苦力 那么最后战争结束了 协约国胜盈 德国奥兴帝国失败了 那么中国成了战胜 中国成了战胜国 中国人很高兴啊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这个一战结束的那时候 北京大学的学生 跟后来的五四那天一样 他们又来到 他们已经来到天安门 在天安门狂欢了三天 庆祝一战的胜利 他们那时候认为 我们参战了 我们是战胜国了 我们而且胜利了 他们就认为这场胜利呢 是功礼战胜强权 此前在伊克团运动中 我们为在伊克团中间 死去的德国公使 克林德 树了一个碑 也就是一个石头牌坊 就是今天在中山公园 那个保卫和平 那个牌坊 当时那个牌坊 顶上写的是克林德碑 完了 我们把那个碑拉过来 把那个石头磨掉 把那字磨掉 写上两个 写上重新写上四个字 叫什么呢 功礼战胜 然后解放后呢 又把它磨掉 写上保卫和平 那个碑也是 那个命运多舛 是这样的回事 我们很高兴 但是大家忘了一个问题 这场战争不是功利战胜 战后的世界 仍然是一个 强权说了算的时代 一个丛林时代 我们中国人觉得 打完这仗之后呢 我们就应该 争得一个平等的地位 我们可以把 届次把所有备份的条约 都废除 我们可以关税自主 我们至少 可以把青岛 和交际线 收回 我们想的很 想的很天真 所以战后 巴黎合会 去开会的时候 当时的开会呢 有三个等级 余会 国家 有分成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 可以派五个代表 政治代表参加 第二等级 可以派三个代表 参加 第三个等级 只能派两个代表 我们中国人想都没想 就派了五个 但是他要去了 等到了巴黎才知道 我们 是三等国家 我们只有两个代表的权利 而日本 可以派五个代表 日本当时是位列世界五强之一 那么在这次会议上 尽管中国代表团 尤其是那个顾余金先生 我们中国的表较 在那表现非常棒 而日本代表 由于英语说的很差 我们知道 日本人现在用英语说的都不好 那时候说的更差了 大家听不懂 说什么 表现很差 但是这个国际上就是这样的 外交就是这样的 弱国无外交 不管我们怎么振振有词 表现怎么出色 由于日本对于战号的要求 他就是这么一点 我就要青岛 我就要交集线 我就要青岛和三中的利益 别的我都不要 那么大会只能满足他 不可能满足中国收回青岛 和三中的权益的要求 不可能的 就是实际上我们是一厢情愿 但是 当大会拒绝我们的要求 这消息传来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 就把这个事 想象为想象的很严重 很严重 我们首先想到的什么呢 是中国自己出了内奸 每次外面出了事的时候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 我们中国自己出内奸了 我们在内部抓汉奸 最大的汉奸就是三个人 就是曹汝林 张忠祥和陆忠瑜 这三个是刘日的政府官员 为什么说只能他们呢 也有点借口 就是说当时巴黎和会啊 除了这 除了一帮代表以后呢 还有一个旁观者 自己自费跑到巴黎去 参观开会的 这个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呢 当时跟政府啊 跟当时执政政府有点过节 这事说说话就说长了 有点过节 很不满这个政府 尤其不满 曹汝林 张忠祥 如同于他们这些 留日的学生被受重用 很不满意 很不满意 当时美国人 法国人 美国人 英国人 英国人 拒绝中国的要求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 因为中国要求是很正当的 确实很正当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青岛什么就是中国的 你你你你不很 你不应该 真的真的不应该再给 继续给日本了 但是他们弄了一个借口 说你们 你们之前 你们跟日本达成协议了 达成谅解了 谅解备忘录 最后的最后的字样 是先人同意啊 那你还跟我们说什么 但实际上 这是一个强词夺理的借口 就是是堂塞你嘛 他拒绝你 不好意思说 你堂塞你 然后 这个这个消息就被 梁启超知道了 梁启超马上 就连夜发了个电报 给他的亲家 林长民 就是林慧英他爸爸 林慧英我们都知道 林慧英这个 林慧英的 林慧英的大名是比他 他低还小 在国内 林慧英他爸爸就把这个事 给捅到报界去了 然后马上就闯遍了 就认为这个社区 我们的外交失败 就是因为有内奸 最大的内奸 就是超廊路 然后学生就上街 第二上街 上街开始是和平请愿 我们主要的目标 就是说跟政府 含量上的 政府是可以的 允许的 那个时候的和学生上街 没有问题 不会不用去申请什么 什么事先申请 也不会有人不批准 你就上街上街了 你何必思维 最大的一个目标 就是向美国领事馆 到美国使馆去请愿 我们当时最希望的是 美国人来替我们做主 为什么我们希望美国人做主呢 因为当时美国总统 威尔逊 在开会之前 发表了事件声明 他第一次提出了什么呢 就是各国无论大小 权力平等 这样的概念 你不要认为这个事 现在是当然的 今天今天我们认为当然事 以前当然 以前不当然 美国 美国人才第一次把这个东西提出来 都是平等的 那么就希望美国人做 给他做主 当然美国人也不可 不可能给你做主 结果呢 学生去 在天安门上喊完了 喊累了 跑到使馆区 东江民一项 因为天安门离 东江民一项很近 走过去的时候 发现美国使馆 管门紧闭 因为美国公司 任斯 不知道这事 他跑到西山里休假去 当时有没有手机 也没来得通知了 没办法 吃了冰封灯了 吃冰封灯 他的请愿 就没法请了 就很生气 完了有一帮学生就说 干脆 我们去 赵家楼 查出林家 其实这帮学生中 有一些人已经 事先都策划好了 他已经在 已经 找到了 曹主林家的什么位置 而且 从照相馆 找到了 曹主林的像 那个时候 那个民国时候的照相馆 跟今天不一样 跟后来不一样 后来照相馆都挂美人头 谁谁谁你女孩漂亮就挂谁 那个时候就挂大人物 政界军界大人物 标本像挂这个 挂这个 找到了 而且他的赤金都带了没有 带了火柴 咱们去打 到超出林家去 于是队伍就转向 就拥到超出林家 超出林家大门紧闭 有警察 警察还没敢管 他们就几个人 爬进去 把大门打开 一拥而上 进去 超出林是 还是躲得比较快 化妆了 就是 就是 赶紧穿了个破衣服 躲到那个 扑日房子里头了 房子被炸了个稀巴烂 然后这个时候呢 张忠祥 很不幸的 来访 被跌住了 一栋爆打 幸亏呢 中间有一个日本的记者 叫中江丑吉 给他挡一挡 要不然给打死了 打死了以后呢 中江丑吉把超出林 张苏祥救走了 然后学生就还一有危机 脚上没油一把火 超出林 这是一个 超出林是当了很多年的官 从晚清 到晚清就已经当了副部级了 这是官长挺大的 而且都是在这种交通啊 财政啊 外交部门这几个部门在就从晚清到民国都是非常富的 非常富有的部门 所以家里头挺有钱的 攒了不少古董 这一下子全部复制一具砸个稀巴烂烧个金光 然后走了 后来 等到人都走了 这警察才大队人马就才来 来了就把落后的几个死几个学生给转了 然后接着 这是一个抓的抓大内奸的行动 然后就接着抓小内奸 小内奸是什么 遍地都是 小内奸就是用日本货 用日本货和卖日本货的人 尤其是卖日货 那时候还没有日系汽车 没有日系汽车 所以就是卖日货 卖日货 学生们当时也是以身作则 先把自己用的日货全烧了 自己把那些礼帽啊 唐四盆啊 牙粉啊 什么练习本啊 只要是日本产的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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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收烧了 撒烧了 这个没问题 然后就冲上街上去了 冲上街上不许别人卖日货 啊 限定时间赶紧处理 时间一到就查抄 所有的店铺 查抄 如果你还在卖 就把老板抓出来 捆上 戴上高帽子 邮街 在五四期间 五四期间被捕的学生 除了烧造家楼的 就是这些 啊 用私刑去 抓这个卖日货的这些人 那么你穿日货 你用日货也不行 用日货也可能挨揍 但是要轻一点 如果你要有报社 啊 有报社 有报馆 你发表什么不同意见 那不行 你就把报馆砸了 把主编社长什么都弄出来 也是戴高帽子又行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图景就很有意思了 啊 有意思在哪呢 就是说 你在新华运动的时候 你提倡的是个性 个人自由 怎么到政治运动的时候 就开始限制别人的自由 而且普遍的限制自由 因为后来几次 就是全国性的 全国大中小城市都在搞这个 层出不穷的 这种侵犯人身自由的事情 比如说你在大街上走 你要穿的是日本衣服 那当场一剪子 如果你要去到码头 让他们那看着 如果你还要坐日本轮船的话 就在你后面画一个大圈 啊 写上奴 没写上乌龟就不错了 啊 就是 而且这种事 它是 大概一次叫好 啊 一次叫好 普遍的抵制日货 普遍的限制人身自由 普遍的侵犯 个人自由的事情 就说这个朝藏录 我们在历史中 已经把它定位为卖国贼了 啊 这么多年没有人比的平反 一块一百年了 但证据在哪呢 啊 学生在冲进他们家的时候 之前 人们传说这个卖国贼 经常跟在家里头跟日本人密谋 而且在他们家里供着日本天皇的像 结果学生冲进以后 我看了那么一后螺的 这种当时参与者的这些回路 没有一个人提到他们家里头有日本天皇像 但之前都传说有 至于其他证据是什么 传说他在21条谈判的时候 怎么怎么出卖国家机密 我很很遗憾的时候 找不到任何证据 我非常用心的找 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张工祥签的那个 是中日之间的关于交际线的谅解备忘录 原因是什么呢 就日本站了交际线之后啊 他不断的扩张 他不断的扩 完了呢 因为他站在交际线也好 青岛也好 我们是租给他的 你不能站了以后 你不能再去当地设立政府 但他设立政府 中国当时的状况 从晚青岛民国 他就是这个状况 一个弱国 总是被人欺负着弱国 我们打不过别人 欺负你之后呢 他就会在里头折腾 那中国政府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说 我跟你签那个协定 我约束一下你的行为 所谓的在里面往路就是这么一个行 就是这么个行事 那你说他中国政府 他不签怎么办呢 他不签他更来 他更胡来 你签了以后呢 日本的 日本人的行为还稍微受点约束 这是没有办法 我们今天体会不到 那个时候的难处 所谓的新人同意就是一个 这个公文格式 当时外交的公文格式都是这样 最后就是新人同意 就这么一个都 再没有 那怎么说就是人家就是卖国贼呢 你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不凭全文就把人家砸了 把人打了 全中国的舆论都在声援他们 只有一个人唱了点反调 就是梁楚明 梁楚明说虽然你们是爱国的 你们是道德的 但是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 只有他敢说这话 还有一个北大的法医教授 没有没有在写文章说这话 他是私下都说了一话 这是违法行为 而最后这几个就对这些骚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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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骚 最后审判的时候 张忠祥还在还在医院 他托他夫人写了封信 请求法院开示学生 而且我们还要补充一点 就这三个人后来在七七事变以后 都留在了沦陷区 日本人特别请他们出来做事 他们三个人一个没出来 一个没出来 那我们那个卖国贼 这个汉奸的名目 到底怎么定的呢 在没有证据之前 怎么就把人打了 把人家里砸了呢 有什么道理 去限制人家去买卖日货 有哪条法律 会这样 但是这种行为却是非常非常不便 非常不便 就是说 他为什么 就是我们很奇怪的是这个 所以说 为什么原来 原先那么崇尚个性 自由的学生 到了这种时候 就会变得这么暴虐 就会去公然的去限制人的自由 公然去剥夺人的自由 侵犯人的自由 恐怕这个道理还是石顿山讲那个 所谓国家的自由 要国家的自由 不要个人的自由 为什么呢 我们爱国嘛 有爱国的大帽子之下 这都是小菜 你个人就无所谓 个人自由 完全可以被放弃的 放弃的 因为有爱国的帽子 他怎么干都是合理的 怎么干就合理的 所以他这个五四这个运动 因为有这个缘故的话 他就使得变成 我们就看到了 实际上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就是我们理解的 从说 西学东建 引入学理 引进先进思想的一个自然产物 他发生了中国式的变异 中国式的变异 那么这个变异 就很吊诡 那我们能不能说 我们能不能说 就是一定要有 就是要国家的自由 要国家自由 民主的自由 不要个人的自由 国家自由 个人的自由 要服从于国家的 要服从于 个人的自由 要服从于国家自由 或者你要牺牲到的自由 实际上从五四以后 后来的所谓的 我们讲激进主义的思潮 一直到今天 可能都是这个道理 都道理 就说如果今天 比如包括我们今天谈中国梦 如果你要不提国家民族的话 好像你就梦里面 就没有价值 你的梦就不知道一提 我做梦娶媳妇行不行 我做梦跟半明明睡觉 可不可以啊 这个梦你好意思说吗 你不好意思说 但我可不可以有这个权利 就做这个梦啊 我做的梦是不是大逆不道 但是这个问题 它就是没有 实际上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之后 你说你看冒事这些 所谓的先进思想家 当年毛泽东是一个五四青年 他是标准的五四青年 在呼吁个性解放 呼吁这种封建压迫 摆脱封建压迫的时候 他他呼声很高 他他开始在江在长沙 拜江江评论 后来又到北京 他一直都是砍这个东西的 为那些 童养习 呼喊 为那些封建 他所谓的所谓的封建婚姻 束缚的男女 悲惨命运呼喊 他非常积极 但是他怎么能够写出这种反对自由主义的这样的小车子呢 那么我们说如果说一个民主也好 国家也好 他的自由要高于你个人的自由的话 那我们讲 这个自由不会是抽象的 我们很可能最后就发现什么呢 这国家只有一个人有自由 就是体现国家这个人有自由 孙岑山所谓的民主自由 民主的自由 国家的自由 就是他自己的自由 所以他一度把国民党解散了 成立中华革命党 中华革命党 他要求所有的入党的人 都要宣誓 按手印 向他个人 宣誓效忠 后来一大批的 老国民党员都不干 那么实际上他就说 这个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你们要服从我 我有充分的自由 你们没有自由 你们只有听命的份 那么到毛泽东这也是如此 也如此 所有人都没有自由 就是他可以自由 所有人都不能随便说话 只有他可以随便说话 那怎么说都行 你对党支部书记提个意见 你就是反党 但是他可以说 共产党都可以取消 管他叫什么呢 叫他一贯道也好 叫他社会民主党也好 这样的话放在别人身上 肯定是反党分子 但是他可以说 别人谁敢说 我们六亿人口 打核二代死了三亿 还有三亿 谁要说这话 别人谁敢说 说你们这钱 我们你们中美国人少 我们中文多 我们中文女人更多 我给你送几千万女人去 谁敢这么说 他敢说 因为他就他有自由 所有人都没有自由 尤其是没有言论自由 那么我们看到 如果他一旦 就是说 你取消了个人自由的话 实际上所谓的民族的自由 和国家的自由 就是一个独裁者的自由 就这么简单 那么我们讲说 为什么会这个观念 会深入人心 就是说实际上 他并不是当年五四的时候 这种普遍性的 这种剥夺人的自由 从人到尾 这种行为 他不是一个个别人的事情 他是 很多先进青年 爱国青年的自发的行为 我不认为这些爱国青年都是坏人 他生性恶 我相信他们都是出于一枪爱国热情 他们真心的认为 我们通过这个行为可以打击日本 可以去爱国 可以去 可以实现 他们的目的 他们就接受这个东西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 古以有之的这样一种 思维惯性 我们中国人很长时间以内 只要有外辱 外面有事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除内奸 就是大汉奸 我们都知道杨家庆的故事 这个故事有点影子 有杨叶这个人 也有潘美这个人 但是杨叶 他没有衍生出来一大家子人 没有衍生出来一大家子的故事 他很早就死了 潘美也不是一个奸相 他也是一个教理 但人们把他衍生成一个什么呢 就是杨家将在前方抗敌 潘仁美在后方做汉奸 而杨叶像的失败 就是因为潘仁美在后面捣乱 后来成了一个定势了 后来就像 后来出了岳飞之后 出了岳飞秦桧之后 这事就更被强化了 因为岳飞秦桧确实有这个影子 从此以后 人们就一直认为 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不会被打败的 我们中国人很牛 打不败的 我们中国人每次失败 都是因为后面有内奸捣乱 没有内奸捣乱 我们我们输不了 我们输不了 一直到 我们当时很多人认为 肯定是 如果林哲徐还在阵上 就这样打赢了 不会输的 但是就是林哲徐被撤了 有了奇善 穆章恶这样的汉奸 捣乱 所以输了 我们都这么认为 但如果林哲徐要再再再认上 就这样打赢吗 这样打不赢 现在已经证明了 实际上奇善并没有撤兵 他不仅没有撤兵 还真兵了 但是当时的仗根本打不赢 林哲徐是自己命好 他被撤了是命好 所以他成了民主英雄 否则他就两条路 要不就是被撤资查败 要不就是自己抹脖子 就像郭天培一样 我脖子 但是我们总是会这么想啊 所以 一有事 大家首先想到的 哎 就是抓内奸 就在身边走内奸 啊 我们知道 去年 就掉一掉的事情 反而游行的时候 杂志汽车 啊 那这杂志汽车 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了 之前也是 之前就是 底子之后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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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这种事已经是 已经是已经有了 只不过是去年特别厉害而已 啊 特别厉害 他思路是一样的 我没多少变化 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没多少变化 那是不是就真的会这样呢 一打了以后就他就能赢吗 而且更矫情的是什么 就是说当年五四的时候 实际上 中国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候 不仅仅不危险 而且是境遇走到改善的时候 真正危险的时候 不是在那个时候 是1914年 当时日军正在进攻青岛的时候 那很危险 然后接下来 1915年 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的时候 那个更危险 但那个时候学生哪去了呢 真正危险的时候 那时候真危险 日本21条 尤其是第五号 他就是要把中国当服务进来 就看 对 要中国政府各级政府都派一个日本顾问 日本顾问有职有权 那就是殖民地政府 那个时候你学生哪去了呢 而到了巴黎河会开了之后 虽然说我们拿不回青岛 拿不回山东的交际线 但是呢 毕竟日本已经承诺了 我们过了过过一段时间 真的还给你 而且列强也同意 以后我们协商领事裁判权 和关税自主的问题 以后来他真的开会 也真的协商了 后来到国民党时期 关税是真的自主了 就中国的外交环境 实际上从来以后开始好转了 而且由于这一战胜利呢 我们把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借 给收回了 他们的产业给收回了 而且我们不用根子赔款 不用再赔 不用再赔给德国和奥匈帝国这份了 我们的负担大大减轻了 而且德国奥匈帝国也归还了从中国旅去的一些东西 就包括我们在现在在北京 火车站 那个前面那个天文观像台上的一些仪器 都是当年德国一再以后还回来的 我们的状况实际上在一九五一九一九年四五月四号的时候是得到缓解了 他是好转了 他不是更坏了 那么为什么你会这样 那么这么多激愤的学生他为什么没有一个学生跑到青岛去向日本 向日军去抗议呢 或者学一学这个伊斯兰恐怖分子那个人炸弹去炸一下呢 这没有一个这样的呢 怎么所有的劲头都在冲着自己同胞死尽呢 这不是一个可以结束的问题 这是开始的时候 这个问题从开始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严富为什么就很丑丑 怎么翻译这个liberty 怎么翻译它 因为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 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理解的自由 它就是很容易滑向这种很不负责任的自由散漫 或者是无政府主义 人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无政府主义 就是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要了 没有国家没有政府什么都不要 我们爱这么做 当年毛泽东周永来他们都是这样 都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信徒 他们曾经曾经尝试过搞共读互助团 大帮人一大帮学生再凑在一起一块住 啊 完了财产公用 一块用 啊 完了在一起是搞菜园子啊 种点地 大家一块一块生活 共产主义生活 都他都亲身实践过 尤其毛泽东特别喜欢这个 啊 他到了 一九五八年时候 为什么五八年搞什么这种大跃进呢 搞固然主义的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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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试验呢 他就是五四情节 他五四时候就是这么干过 而他其实特别喜欢这样一种自由 这种自由就是那种 就是他实际上他自己抨击过那个东西 他喜欢这个 这样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这样的自由 很容易在危机到来的时候 转化为一种道德主义 道德至上的这样一种 啊 对人的自由的侵害和限制 而真正的自由就是像 严富奖的群体权戒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保护个人自由 个人财产 这个界限 是刚性 任何人不能突破 但是在我们这里头 他就是没有 包括 很多推崇民主 推走自由的人 都是这样 你不要认为共产党就开始 就不喜欢民主 不喜欢自由 不是这样的 共产党人也是喊 喊过自由民主的 喊的相当小 至少比国民党小 但是在他们那里头 民主 投票 今天他们很害怕 但以前他们不害怕 他们敢投票 但是他们的投票就包含什么项目呢 包含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他喜欢那种大民主 我们在土改的时候 在文革的时候都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就是大家投票 决定这个人生还是死 这一个村 拿不准这个人该死还是活 那这样投票吧 把这个人 让这个人背对着大伙 然后他要被屁股后头呢 放两个大碗 大海碗 一个碗写的生 一个碗写的死 你要希望他生呢 你就往那 这个生碗里头投个斗 因为投斗民主 这是我们过去很催崇的嘛 如果希望他死呢 你就往那个死的碗里头投个斗 很奇怪 每次的结果 都是死碗的 那个斗里头比较多 那么如果我们 能够坚持群举前进 能够捍卫个体的自由 和财产的这个界限的话 那么这个现象就不可能出现 那么这样的投票 它就是灾难 因为实际上民主是不能干 不能碰到这个限 民主不能碰到个人自由 和个人生意财产的一个限 它不能突破这个壁垒 这个权界全力的界限 这个线是一个底线 是不能碰的 你不能投票决定某一个人的生死 你哪怕你再多的人 你也不行 这个事儿就是它是即使是最大恶极犯罪了 它只能有法律来解决 投票在这儿就就仔细了 但是在我们中国恰恰就是有这样的事情 非常奇怪的 非常奇怪 这个状况就是实际上 走到今天 它依然是我们 今天我们都 很多人其实还是喜欢民主制度 尽管底上不喜欢 我们还是喜欢民主 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能有一天能够全力去投票 选择国家的人 选择人民代表 这让我们投一次 是 没错 但如果我们 始终没有我们个人的自由 或者说你个人你不会 不知道 怎么样运用你的自由 怎么认清你和别人的这个界限 如果你要没有这样的认识 没有这样的东西的话 这个民主制度到来以后 我看 他也玩不好 他很可能会出现灾难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是我们一个很 这作为我们中国有 这中国传统的这样一个国家 就中国长期这个传统的国家 这样国家 这样一个界限 他为什么呢 他长期以来就允许 以集体的名义 进一步以国家的名义 来剥夺 个人的自由 甚至剥夺个人生命 那过去的宗族 对吧 宗族说 说这个人 犯了我们竹内任不可饶恕的罪过 最典型就是通奸嘛 尤其是那种所谓乱人是通奸 我就看过好多段的案例 就是 比如说 他们之间呢 是 是一个性的 一个中竹的 那 那个 名义上呢 是那个女的是她的婶子 啊 一个性的 但是关系挺远了 她是婶子 但很年轻 这个小伙子呢 名义上是子儿 但是 眼力他差不多 那婶子手刮了 两个人一来来去就好上了 好上了 但我们今天算什么呀 你嫁就完了呗 有什么了不得的呀 但那个时候不行 那个时候这就是乐伦 乐伦的出发就是或者被活埋 或者被沉谈 而在活埋和沉谈之前 要两个人要裸体 把他们两个拔光 然后 幽阶 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 要惩罚罪犯 要进行羞辱 尤其是女性罪犯 尤其是女性犯 犯了关于性方面的这种 所谓的罪之后 她一定要进行这种羞辱 没有人认为不对 关键是没有人认为不对 很多人很欣赏 每次当把这个所谓淫妇淫妇 啊 肩肩肩肩肩 抓到以后大家很快感 有左肩的快感 完了再管他扒光的快感 游行的游街的快感 啊 他不像我们现在我们 我们到处我们可以看毛片 我们美院学生可以去去去去看 裸体摩特 那个时候没有没有机会看 有这么一次机会 他很真心很珍惜 很高兴很快感 就是他 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命运 是不是会落在他头上 这是一个长期的传统 不是一天两天的传统 以道德的名义 你剥夺 剥夺个人的自由 啊 那么 转化为所谓爱国的时候 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时候 就变成了以民主主义和道和爱国主义的名义 来剥夺的自由 来剥夺你的自由 这些车主怎么啦 游戏说 你开这些车 你汉奸 打你打死你怎么啦 该 那那时候我就听到很多人这么喊 该 他凭什么理的气症啊 他凭什么这么理的气症啊 砸人家车 如果没有道德主义 没有爱国这个东西帽子的话 他他这么干早被人揍了 被人揍死了 但是有的东西他就理直气壮 理直气壮 你就是汉奸啊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这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说当年惩罚所谓的金夫 肩负的这种行为 跟后来惩罚这个是一样的 思路 在文化上脉入是一样 是一致的 他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在中国语境中 我们 我们的自由民主会是什么样 什么样东西 什么东西才会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基石 不是说我们哪天一下就变了 我们习大尔在天安门上一挥手 咱们民主了啊 就行了 当然他也不会这么挥了 他万一这么挥 我觉得这事情也也不是那么简单 也不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实际上 如果我们每个个体没有学会尊重别人的自由 我们没有把这个群体全界这个界限弄得很结实的话 这个我们中国民主制度是很是是是恐怕很恐怕即使实行也会是很悲哀的事情 啊悲哀的事情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 我对于五四的政治运动评价不高 啊 我基本上认为他是一个负面的 啊 他是负面的 何况他后来又开始了 他又开始了中国的激进主义的进程 我们知道后来以后就国长成立了 后来以后一步步走就走到今天了 我们就越走越激进 我们越来越道德 但是道德的背后就是越来越不道德 啊 这个是一个 就是从五四开始的一个噩梦 那么今天我们讲中国梦能不能 是到底是这个梦里头有没有 尊重个人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有没有 啊 那显然我还是没有吗 没有一个人敢踏尔方斯说我做梦 我这个梦 我的梦很简单 我的梦就是那一天跟范冰冰睡一觉 谁该这么说 那有没有这么做 我相信肯定有大把的人 跟做梦跟范冰冰跟苍景空睡一觉的 这个梦可不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因为不可以你也做了嘛 但是谁会说呢 我们都说塔尔黄知道 啊我个人呢 想过好日子 晚上也向国家富强 每个人都那么说 就说假话嘛 那么你说假话是最不道德的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不尊重 如果你要提倡这个东西 你就必须有 就是如果你真要想说讲中国梦的话 说你中国梦不是一个集体的梦 说大家个人做梦 各种个人梦 那肯定是有画廠的梦 你必须承认这个画廠梦的可能性 这种存在 你要不承认这个画廠梦存在存在的话 这个梦就没有意义 就最功 最功造底 它还是一个国家的梦 还是一个民族的梦 这种国家的梦 民族的梦 最后时间就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做梦 别人都不能做梦 或者说你只能跟他做的一样的梦 那弗里德讲话了 那这个梦做梦是潜意识啊 潜意识是你不受你控制的 说你国家都能管到潜意上去了 你不胡扯嘛 所以这就是 这个问题 就是最后又归到这个问题 所以 我们今天 我说我今天讲的内容 它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 一个小插曲 就讲我们讲五四 其实后来 后来还有好多 我最近那个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 萧军 萧军的延日记 这延日记 很好玩 什么东西都记 但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 这样一个很左 很左翼的作家 他叫萧军 他叫萧军实际上是一个笔名 他跟萧鸿两个人都不叫这个名字 他们是把小小红军 这四个字拆开了 一个叫萧军 一个叫萧鸿 是一个很出名的 两个都是很出名的左翼作家 这样的作业作家 他们很向往红军 很向往共产党 到延安之后 他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这里头没有自由 你全都跟党走 你不能说自己的话 还有一个很进步的记者 叫赵超购 新闻晚报 他的访问 延安 一般主要主流 他还是赞美的 但他发现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延安的人 不管男女老少 你问什么问题 他们都有标准答案 你问国际问题 谈到 当时看着还没结束 得一日法西斯 答案标准一样 日本人命运 答案都是一样的 啊 谈到国家问题 谈到国共问题 谈到人民生产生活问题 甚至谈到婚姻联爱 这个局面 的问题 全都是标准答案 整个的延安 所有人都说的是一样的话 后来这个局面 就被我们我们的伟大的教育 课承成全民这样 你现在问小孩 问得错过教育的小孩 一些基本问题 他们答案都是一样的 教科书上 教他们了 他不仅是政治问题如此 语文也如此 他每个课文的 中心思想都落大意 他们都能说得很好 但说的都一样 那么 这样一个民族 我们不讲别的 他还有艺术吗 还有创造吗 进一步还有前途吗 好了我讲这儿 下一个时间你们 可以提问 我这些年来我很少对了这么少的人讲座 老师我想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总是提出一些什么像诸国梦啊这样的口号 的作用是什么 大概当局用口号自国是一个习惯 我们总是有些口号 就是当年动员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动员你干什么事的时候 比如让你去当兵的时候也是这样 或者让你去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 让你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 都用一些很简单的口号 简很简易开的 简易开的把它的药要说出来 然后反复的宣传 反复的这个 还你灌输 然后你就你就跟他走了 这个中国梦实际上是他口号治国的一个部分 就是他原来这是这个积席 就是他他没有什么办法 他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他只是延续了原来用口号治国的这种行为模式 但是最可笑的是说 本来就是一个口号 而且还是一个关于梦的口号 却把它变成一个科研课题 今年人文社科的这个课题 很多都是中国梦的 中国怎么研究呢 很奇怪 当时我提出了两个参考书目 一个是佛罗伊德的梦的解析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传统的做工解梦 我有两个问题要问 第一个我觉得刚才之前讲 包括说 我对我和上过去读的书和亲自的了解 就是说我觉得中国人过去一百多年 有点邯郸学步 就是说别人的东西我没学好 然后自己东西就丢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就是说中国人可能把这个自由定义的 就是太抽象了 甚至说我们都没有知道说 这个自由到底是什么一个具体定义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就是这个自由 应该是分四个层次 我就是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第一层次是世界的自由 那基础是和平 第二个层次是人类的自由 它的基础是平等 第三个层次是社会的自由 它的基础是秩序 而第四个层次还是人的自由 它的基础是自觉 不然您怎么看 谢谢 这个你的四个层次 其实我觉得就是超越个人 个体的自上的自由 其实是不 其实是不存在 它其实就是一个个体的自由 个体自由就意味着各种界限 就是你和群体和你和他人的界限 完了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尊重互相的这种 这个界限的话 这自由就成立了 所以自由它不意味着那些什么自由散漫 互相侵犯 互相告密 不存在这个东西 不存在 那么如果你要是谈更高层次的自由的话 它就可以用别的概念 比如说秩序 那就不一定非得用自由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海南学部 那么我们讲我们今天走到今天 我们中国人走到今天的一百五六十年了 走到今天 从一八四里云走到今天 那我们今天说 涵郸学部了 是吧 那你说这个涵郸学部 我们走到今天 我们今天回头看 你今天看一看 你环顾四周 你看看你自己 你还有哪一点像传统的中国人 这个房子是中国的吗 你坐的那个椅子是中国式的吗 你穿的衣服是吗 我们现在出国去 你发现你跟外国有什么区别 除了你面孔之外 你没什么区别 如果你外约为足够好的话 你更没什么区别了 你有什么区别啊 那你没区别是什么呢 你是在学他们 那你为什么要学到这个地步呢 我们能不能不邯郸学部啊 我能不能学了他中间之后 我们还穿着我们清朝的这种长袍马褂 我们还去这个住的那个清朝的房子 我们能不能 我觉得不能 我们必须得学不 我们必须得学不 必须得学 没 因为不学你什么法 没法生存 啊 我们学到今天实际上就差就差一点了 就差就是我们说我们核心利益价值那个制度 所谓核心利益价值也不是制度 其实就是共产党领导 你要承认他领导的话 你是别的制度也行 你反正什么制度 他只要承认他 他领导就行了 这就是东西 除了这一段 其他都可以学了 没什么可不学的 没什么可以 没什么可以不学的 那为什么会 那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不学没法生存 没有一个角落你可以逃出这个 就是你谁这个世界上你没有一个角落可以逃出你不学的 学的好的 比如日本 就过得好 啊 他人民众就富足 国家富强 而且有秩序 人的素质高 你不服气 你不管怎么恨日本人 但是你你到日本之后你不能不服气他 他就学的好 你学的不好的 啊 就差 还有比中国学的更不好的 中国还不是学的最不好的 就很差 到那国家去乱七八糟 就所谓失败国家 很差 啊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不学 我没办法坚持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坚持是坚持不住的 当年也不是没有人想 不想见 都想坚持 从一八四年以来 我们一直在坚持 很多人在坚持啊 挺不住啊 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所谓邯郸学部 他是因为他 把学半截 我们的失败都是学他学半截 你别说 我曾经考察过甲午海战 我们当时是 亚洲世界第七 亚洲第一的海军 比日本强多了 但是我们打打败 败的很惨 为什么 我们学了一半 我们学了一半 把老师赶走了 日本人 我们老师一个都是英国人 因为英国海军最厉害 都是学英国的 我们半截就把老师赶跑了 只有 日本人一直到开战 英国的老师还在 他学的非常认真 任何都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包括 我相信包括艺术都如此 我们今天所谓的艺术不是 大多数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了 你们肯定是从西洋学的 不管学谁 如果真学到了精髓 可能都都有价值 就怕是学了半调子 邯郸学部的最大的问题是 他学一半 不学了 我们中国人老想国产化 自大呀 学点就会了 什么样子都会了 我们会了 不用学了 自己来一国产化就完了 就废了 我们得学到什么程度 先会做作业 然后 会写漏文 然后会写 完了就可以就创造了 我们往往是在写做作业的过程中 就开始想创创新 想进入 想参入中国严肃 一般都失败了 我们不等不学 没有办法 啊 邯郸学部不是应该讥讽 是 是 他是应该是被受讥讽的 他的讥讽 不是说是学部 而是他 他是半途而废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哪满意 你 你 你好 赵老师 我来的青岛 青岛 青岛这个城市 是一次北德国在那里 四倍日本在那里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在青岛也 参与过一些 青岛历史的一些讨论 青岛现在很多资源 包括旅游资源 包括充实建设的资源 现在我们还可以拿得成 可以 可以拿出来这样 会好到还是德国 留下来的 我觉得 就会有一个具体的问题 你怎样看待 我们现在 曾经被殖民过了 或者有过殖民历史的这个城市 好像发展会比较好的一点 因为我们当时 在青岛历史这样的活动的时候 会有这种说法 我们假如给德国租借100年的话 我们现在可能会不会 向上还好一点 谢谢 这个问题 特别有价值的一个问题 也是中国人特别纠结的问题 当年的租借 就是德国租借 租借青岛 英国租危海 那个时候 开始的时候 中国人也是心怀疑虑 但是过了不太长的时间 中国人就开始 非常喜欢殖民者 像危海的周围农民 甚至要把这个借庄拔 拔走 往外移 想把自己的村庄包进去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所谓八国联军 十一国联军 这里头就有一支中国军队 这个中国军队就从危海派出去 大概有两百人 打得非常厉害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中国人很坏嘛 中国人都是汉奸嘛 我认为不是 因为这个过程中 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殖民 我们实际上他西方殖民者 他对中国其实并不是说 像我们很多人 有些人说的这样 完全心怀善意 我觉得也不是 但是他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呢 他会多少的会移植他当地的文化 和当地的制度 他会着力去建构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这个结构 完了会 他在从事建设的时候 他马踏步 他是猪来的 他也会很认真地去做 他就是人的文化 做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中国人是在跟他学 我们虽然不认账 后来都不认账 但是周围是跟他学 不仅官方学 老百姓也学 你看上海租界 上海的城市建设 都是比个租界建的 我们以前没有上下隧道 我没有路灯 没有狮子马路 中国人过去的城市就是乱七八糟的 没有公共厕所 都我们北京城 全体人民随地大小便 雨天 汉天就是 都是土 插着这个粪便味的土 雨天都是泥 只有皇帝出来了 才皇祖出路 粪便就靠农民进城来挑 农民要不进城 就随便到 都这样 这就是一种前现代的生活状态 欧洲前一代的时候也这样 巴黎四七世纪的时候 大街上走 你可别挨着楼走 说不定哪个窗户打开 一盆死尿泼泼下来 前现代状态就是这样 他们走了一步 走到那一步 开始讲卫生了 开始讲规划了 我们中国是后面走的 所以 他们搞这个我们就跟他学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套 城市管理就是个人学 还没学好 所以北京一到下大雨了 就下水道就不行 因为现在当官员队也修上面的事 上面的事可看不见 下面的事看不见 但是巴黎下水道是经过多少年的修 才修成那个样子 所以才不淹水 为什么青岛好 青岛德国人修得好 不仅德国人 日本人也如此 日本人在大连 在长春 建的都很漂亮 当时日本人是日本人是学德国 学英国 大家学得很认真 做得不错 那么我们说这个东西说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殖民主义的遗 遗产 青岛还好 还能保留一点 当年的东西 但是威海以乎几乎看不到了 我哪年我大概是九九七年九八年我去威海 他们只剩下了一个 就是总督 总督的小房子 小楼 而且改成歌厅了 而且他们还想猜了 所以这是殖民主义的流下的东西 是用耻辱 我就奇怪 他们怎么把外滩给砸了呢 这些东西他不能这么说 我不能这么讲 就说他的确是殖民主义这么来到中国的 但是他来到中国之后 那些东西他就不是殖民主义的了 他又代表一种先进的文化 一个比较适合于城市生活的先进文化 你现在谁愿意在家里头放一个马桶啊 你大个便就在这马桶里的去去用啊 明天早上到马桶啊 要不就是像东北以前北方的那个东东坑啊 这个北京九十年代还有这样的东哥 现在可能胡同里还有那东坑啊 你愿意去东坑家拜神和商务所 一不了神一不留神一脚踩就掉下来 你愿意这样啊 有谁愿意这个 木下没有人愿意啊 那么中国传统有翠马桶的事吗 有吗 孔父子讲过吗 那我们就不要了吗 我们就命要 我们的东坑 不要翠马桶啊 就像那个四人帮梯中的著名口号 你你要 啊 四个嘴的草不要这么嘴苗 你要你这样你可以这么干吗 你不可以 那不可以的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排斥呢 我们现在城市建设中已经排 营用的好多了 像天津原来的小洋楼已经少掉了 他们告诉我有少到三分之二了 都认为当时是所谓什么丑陋的 什么军阀的洋人的 你就要把他毁了 你手上东西哪个不是洋人的呀 这种就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很保守很落后很于 关键是很愚昧的 这种观念 很愚昧 很愚昧 你建的玩家说良心话 现在我们新的搞那些建筑 有几个能赶上人家的呢 对不对 你别说那个时候 你别说那个时候建的了 就包括苏联原建的那个武汉大桥 桥撞 船撞上了 船毁了 我们现在建的桥 船撞上了 桥断了 川普没事 船走了 你怎么跟人家比啊 你没法比啊 对不对 没法比啊 那这个东西 他就是 他不管他是帝国主义也好 不管他是混蛋也好 他做的挺好啊 你就要学吗 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人还好 那时候中国人学习挺快的 八国联军站了之后 白过来八国联军一看这哪行 北京这么浪 这么脏 这么臭 啊 按路灯修马路 然后那个修工厕所 哎 后来中国人就跟他学了吗 我们今天这样子我们就再不 我们再也不看到 我们再也看不到路边有那个 那个黄金塔了 是吧 看不到了 那时候在北京算什么呀 到处都是啊 是不是啊 那你就当拿着这个镜头来 你就学 你帮我给你混蛋 帮我给你干的好事啊 啊 对不对 你不能否认他的好事 好 谢谢 张老师你好 我给你做的事情 那你做的事情 就说 他 你比如说 他当众 骂街 已经损害了公共利益 包括损害你的利益的时候 当然你要批评他 但是如果他就是他自己的事 对吧 就是比如说他 比如说某某某某某某你的某女伴 或者跟某男之间有点什么事 他又没干你什么事 这个时候你说你只能你啊 你干这样 你干嘛这样 这个就 算了 就关键是说他的道德的这种行为 是不是损害到了你的损害到了公共 或损害到了你的利益 当然你要捍卫了 因为他界限他是他先突破到你的界限里来 你把他推出去 就这个事 就损你 就界限了 他若说哈撒你了 他拨移到你了 比如说你的贵蜜 勾了你的男友 当然你这个事你可以批 你可以指着他了 对不对 如果他去勾了 他去跟别人跟你没关系 这个事你没有不要说的 除非他要求你说 你来批批批我吧 那你可以批批批批的 对吧 就是这事 他是不是损害你的利益 就这个问题 那就是 还有一个 就是可能 可能 这段时期 就是举这个例子 可能不是很差吧 就是 比如说在发生一些重大的 社会性事件 或者是这样恐怖袭击的时候 在我们整个社会都 好像应该 大家都需要沉浸在一种悲哀的气氛中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 某一个人他有一个什么 他自己想去做一个个人娱乐的行为的话 那我们应该应该去指责他呢 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指责 就是说你都在沉浸在悲哀的过程中 他不悲哀 他不悲哀那怎么办呢 他不悲哀他自己的事情 他不悲哀他去 还去嘎歌听唱歌去了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就是说他肯定会有些 他就他这种行为会让人家不舒服 但是他他他只要这个行为没有伤害到别人 这就无所谓 他不舒服 也就会有个换印象 他自己承受 他是成年人嘛 他自己承受 但是你不要你去指责他就没有什么 就没有道理 因为他毕竟没有障碍别人 就是他你认为全体人民都应该悲哀的时候 但是他可以选择不悲哀 这个是肯定可以做到的 什么时候是必须悲哀 就是他毛死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都悲哀 你不哭的装哭 我觉得那更不好 那他毛死了 那我们就不可能笑 不都没有笑的权利了吗 只有皇帝的时候才会这样 说皇帝死了 大家就去做做做做做做 所以这个是一个 本身就是有专制的一种作为 就是这个是你没法 就是你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没有 不须指责 这是他他自己 他自己为自己行为负责就完了 所以就是你说 可能我们一般来说这不好 你看明明大概就是有死了 大概都有同情心嘛 但是这个同情心就是这样的 同情心就不是说 不是说要不是一个硬性的要求 就像我们有七个爱聊 给他给他钱 不是说你非得给他钱 如果非得给他 就变成强制了 这个强制的本身 比这个不同情还要可怕 就是两害相权嘛 谢谢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您听完这个讲座之后 我觉得 我也想就是是咱们现在更民主一点呢 还是原来有皇帝的封建的时候更民主一点 为什么这么问呢 因为当然你讲这个中国梦的问题 就是做梦的问题 你讲那个个人就可以做春梦 然后我在想中国国外领导人会不会做春梦 因为他也是人 然后我在想那个古代的皇帝肯定是有春梦的 因为他后宫加历三千是可以的 然后国外的领导人像民主国家所谓的 美国法国他们的领导人也是有春梦的 有好多绯闻 然后中国的一些官员也有春梦 然后他们古代的人他取权尼斯切是可以是合理的 但是现在的人贪官就好多 因为被小杀被抓就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在想这好混乱 您觉得哪个更相对更更不专制一点 咱们现在和当时 这个就是现在可古代哪个更不专制一点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我要先谈春梦的问题吧 这个春梦啊是一般是这样的 就是性压抑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做春梦的 比如说那个妇人三妻四妾她不做春梦 她那么多女人她做什么春梦 操练就完了 但是那个旁边的仆人看不着她就做春梦 但是这个压抑的时候 比较压抑的时候 或者能看到这个美人她又捞不到的时候容易做春梦 能捞到她就不做了 她知道她她已经她能够实现了她就不做 她一般就不会做这个梦 就是就是这种就是一般的是这个从心理学上讲是这样的 那至于说现在的古代哪个更专制一点 其实在毛时代显然是比古代更专制 你想古代的皇帝嘛 皇帝就是政治权威 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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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威 但是他不会你说再牛的皇帝 比如说齐始皇 齐始皇他不能搞一个营正思想让你学习学习 这都不可能的 康熙康熙说有人春也是千古一地纳牛 纳牛的 悬业悬业搞个悬业思想让你学习学习吗 发语入本让你学吗 他开门课让你学吗 不能 他开课 他有学校 开的课都是学孔子的 四十五经 他必须承认有一个政治 有一个思想权威 在他之外的 没有办法 就是追他的他的专制 显然不如毛死代 毛死代最厉害 那毛死代以后不是也有吗 是不是 邓小平思想啊 什么三个代表 可以发展观呢 哎中国梦啊 这些都也有嘛 但这个东西就不像那个那么强制 有大家东西就都不大家也无所谓了 就是你你那个时候 我们毛死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毛那毛 那就是真的很崇拜啊 毛死想就跟圣经一样啊 所以毛死剧如果发现量比圣经还高 那不一样 所以 那个时代是很专注 在现在就差点了 现在就是人们已经他绷不住了 啊 人们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胡说八道 比如像我在这儿胡说八道 他也不管我 如果要是如果要是毛死代那 趴门开了 那俩人你跟我走吧 我就去了 我就有地方吃饭了 但现在没事儿 而且前段时间还拉闸什么的 现在也不拉闸了 所以 所以没事儿 所以现在还是程度比那轻易轻多了 虽然他是 也还是想那么干 也特别想回到那个时候 特别想把人管的老老实实的 特别想让大家都不想不想事儿 只要一个人想 特别想让大家回答的问题都是一个思路 但是现在已经做不到了 已经做不到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 又比较起来呢 说现在就是目前 就是现在我 我们现在这个这个时候 是比古代要好多了 古代的时候 说实在的 人人束缚还是很厉害的 还是很厉害的 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 也能在一个小范围内 就是说像庄子那样的 我就在自己的内心中去自由一下 那在这个出了门就没法 别还办了 有宗族管你 有官府管你 还有皇帝管你 管你的管的很多 你也不能忽着八道 忽着八道有文字语 那个还是不行 那个还差得很远 那个时候 虽然是我们这个 就是说我们说古代的时候 这个比那个毛时代是好多了 因为你可以携带东西嘛 反正你 那时候出版也不像 不像后来 还要包现在似的 你还要去审批啊 你还要到出版社区啊 那个时候你自己可以印 是有自由度的 但是呢 总的来说 现在你说话 这个办事还是放肆的多了 还是放肆的多了 好多事情 你包括跟人生活 还是快速的多了 说实在的 你现在的年轻人 啊 谈恋爱啊 婚前同居啊 啊 这些事过去都不能想象的 所以我们比较起来 我觉得现在还是比 古代要这个 要有一点自由度 啊 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下 你那面对当下这个情况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就是你希望国家 以后会走 潮水这样的方向发展 嗯 就是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个人吧 我们每个人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更好的理解这个自由 嗯 他是这样 就是我我当然我希望国家越越好 就是国家对这个老百姓 呃 自由度 呃 放的越来越宽一点 让他们有更多的更多的自由 更多自由去延缩 更多自由去行动 政府的权力的越小越好 管的事越少越好 我当然是我我的希望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 实际上 呃 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生 他就是先把自己的事做好 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啊 就是你不能总是 在制度没变之前 你不要把事都带到制度上 就是说你自己要怎么做 自己要做什么 你自己要干什么 啊 很多学生问我说你我当时我我我我我 我能干啥 我说我现在对你来说 你就把你自己一切能干的事干好 你就把你自己做学生做好 你好多人是实际上学 他不是不是来读书的 他并不读书 其实我觉得就是就是美术哲业的学生 其实不读书 我觉得也不太行 啊 你还在用点工把自己的事 把自己的事干好 把自己该学的东西学好 然后呢 那如果你要是到社会上去 你就学会怎么用你的本事 学你的本事去挣满饭吃 挣饭 挣得越好 挣得越成功 不是坑蒙拐骗啊 就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的事 当然这个过程中 首先的是你要会处理人际人际的关系 处理人际关系不是讨好别人 不是拍马屁 当然也不是说去就是坑蒙拐骗 也不是尔虞我诈 就是要处理好这个群体全境 就是属于你的权利你要捍卫 他要过了界的你要打回去 人家的界限你不要进去 你要时刻意识到这点 我们中国人就缺乏这个界限概念 总是自觉不自觉的 一只脚子就插到人家隐私去 插到人家私欲去 自己还不自觉 好像还为了我打的关系你的名义 包括家人 我们的家长 尤其像我这一辈的家长是最混蛋的 因为他没有传承啊 就老子打的关系子女的名义 就是肆无忌惮的侵犯这个子女的权利 他都很大了 孩子很大了 他还是老是去管 这个事就很糟糕 很糟糕 觉得这我是爱你啊 我是为你好啊 为你好你就这么侵犯我啊 对不对 我成年了 这该是这个 出事货 说个我自己的事情啊 对不对 那中国人就没有这个东西 但这个时候 对于你来说 你是要把他打回去的 你要给他讲信道理 打回去 啊 否则你就很难很难做自己的事情 很难做 很能把自己做好啊 其实就个人来讲就是就是这样 我们没法去 包括说反抗专制什么 反抗专制也不是说是上街去去去去去游行 也不是说是也不是说要推翻谁 就是说压压压压破到你头上那个专制你反不反 专制都是碎片化的 如果你连自己头上专制这种不合理道你都不反 那你谈什么反不专制啊 好多学生说啊我们学校又怎么样了啊 我说本来该给我们东西现在不给了 那我说张老师你们反一反一 我说你自己反了没反 你反没反 你要不反你要我反什么 该是你的吗 你争吗 对不对 争你的权益没什么没什么错 你要不要回到他三千古后 要他毕业整我 你你你干的很棒 你干的很棒 他怎么敢整你啊 整你什么呀 你干嘛非要他保研啊 你干嘛非要他什么 那个什么什么 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入党啊 你刚刚非要这样 尤其像我们这专业 你入党干嘛呀 入党干嘛呀 在公务员啊 啊 张老师您好 那个我的问题可能跟这个 这个自由不是很相关 我看那个网上有这个北大李宁先生 就是对您的这个评价是这个 可以从您的书里面学到很多近代史上的 可以说是这个读史的捷径 说您的书 就是我想我就想说 呃他用了捷径这个词 这意思好像是说就是 呃您的这种讲课方式 或者是这个写作的方式 对于这个大众或者是接触 呃接触历史学科人来说是一个比较 简单或者是比较轻松的一个方式 您认为您的这种就是讲课方式 包括您的这个行文写作的这种方法 对于学科来说是一个节性呢 还是另外 其实只是另外一种不同于 和李宁他们的有研究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 呃 李宁是我的好朋友 他跟我作业不一样 呃 呃他也说过就是说他研究的都是先秦的事 中华民族很光彩的时代 比较光彩 我研究的都是那个中华民族很悲惨的时候 所以说不太一样 他比较喜欢我写文章比较 卸了当 呃比较明快 就比较清楚 呃 所以他从这同意识 这个可能是从这个意识上说我的捷径吧 其实也没 我觉得做学问没什么捷径 但如果你一般的了解历史的话 可能呃 就是比较清楚比较明快的东西呢 呃 就是通通快一点 而且他们也一直认为我写的东西是比较 就是通俗史学的 所以好多那个写通俗史学的人都似我为同道 其实我我我倒没这么想过 我就是原来就这么写 我就觉得这样写起来我自己爽啊 然后让别人爽嘛 写文章就是这样的 你自己爽让别人也爽 这是一种大家都爽的事 如果你自己也不爽 或者你自己爽让别人不爽 这事就别扭啊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 就是没有什么个别的更更多的更多的什么的什么 而且你你让人家推荐你的书的时候 尤其很得很早 呃 这个他都会说说点说点过年话 所以你别别太当真啊 当真 那个其实也不是什么捷径 其实我就是就愿意这么说话 包括呃像五四呃 其实我当年研究的时候 李明就希望我给五四证明 结果我给五四新华运动 我倒是没否定 但是政治运动我给他否定掉了 啊 因为我还有好多东西 就是我实际上我 但是我也不是说我特别想否定他 因为研究到那儿了 他就是自然结论就出来了 因为做历史的 你要你要的服从这个材料 你要服从事实 不是说你不是让事实服从你 我们以前的大问题就是事实来服从观念 所以呢我你非他反的来不可 反的来他是反的来他是对对读者的尊重啊 做尊重 那个现在想起来我也写了不少了啊 我估计可能你们在座的人 读过我的书的人不会太多啊 不会太多 如果这个美容学院都读我的书 无解也坏也坏事啊 这个那个但是在外面的还是有些人读的啊 读的 实际上有些人觉得读的还可以 我也就满足了 就说你至少他读了之后呢 当然也有骂的啊 这是网上骂我的很多啊 有一段时间我在新浪博客的时候 那每天每天早上起来大概是八点半九点 哇 几十上百人就上来骂你 骂到这个这个什么 骂到下午四点半就都走了 他们上班定义上班的都来骂 都是都非常周期性的周期性的 这个这个后来我也就不理的 开始还挺生气的 跟他们对骂上的 后来我现在我也不理的 还骂不骂 反正你们上班来上班下班走 我也知道你们这是职业嘛 对不对 这个这个这个武党就是有时候有点无聊 就是喜欢雇这些无聊的人去就是搅和这事儿 实际上这种事儿它不是它不是什么好事儿 当然也有一些真身的人会看不上我的 也有 就比如说我有一次到湖南长沙 就是那个湖南师大讲座 讲座完了之后呢 大多同学反应还挺强烈的 因为那个我看那个这个凳子上都做完的人 但是也有人说说说说说说说 说张铭讲的太太通俗 我们都能听懂 我们就想听那种听不懂的 我后来那我想那我愿法 我没有这个本事讲你听不懂的话 那我就自动比较浅薄一点 浅薄一点 我他们就说即使是心怀善意的人 也有人认为我比较浅 可能我就这么浅 那 对 我 其实我 我不认为就是这种就是拜金主义的就是目前这种消费主义 叫拜金主义的这种东西是他们当局特别有益的 而且用这种方式来够重新控制老百姓 他其实还是想用传统的方式来控制 还是想提倡他们的道德 他还是想塑他的典型 他塑了一个又一个 塑了一个又一个 他不灵了 他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原来呢 他是一种用一种是一种禁欲主义的 是下面禁欲 底上不禁欲 那么底下不底下禁欲之后就管得很严 管得很严 你你你你你想挣点钱 投给老板 你老百姓多养之鸡都是资本主义尾巴 那么至于说你 你你你你你婚姻越拖得越晚越好 又是典型 对不对 即使这样他也属于个人问题 你想这个圣人讲了实色性业 老百姓活的就是两件事 一个吃饭 再一个就是 男女之事 这是人的天性 那你应该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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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憋了三十年 突然之间哇 走 你想想看我们美院 我们 开始搞裸体画展的时候 裸体艺术讲座的时候 那讲座 那个人满没换过 人山人海 有啥事 你现在看来算啥呀 这这裸体画算啥呀 谁信得看哪 他说有啥大不了的 而且他不是说真真正搞艺术的人看 就老百姓你看 因为他憋太深太长了 突然之间发现 人们这个绝口之后 表现的就是物质主义 就是消费主义 这是势不可挡 这是一种反动 你要如果不这么憋 他没这么没这么大劲 真的你没这么大劲 没有今天这个 到今天这个到地步 人们就顺着路走啊 啊 开始看A片 后来看日本A AV 后来就是遍地的什么洗脚房啊 什么东莞东莞模式啊 都出来了 这就是路 这是这个路径 就这么这么这么走下来的 他其实他想 他想办的 他多次想办 他办不了 办了最后 什么呢 就是办的人自己 就成了这个拿着挣钱了 比如警察扫黄 扫黄就是扫黄就是挣钱啊 扫黄就是扫黄经济啊 而且警察跟这个 你你想你开歌厅 你开卡 开卡拉OK 你开一个洗上大房 你不跟警察有关系 你开了吗 这就是特殊经济了 就是说 完了你你什么也是啊 你这个就是 你包括网上东西 他查东西也是啊 查这些人本身就是 就拿挣钱了 就他他 他已经没办法来管了 他做典型都不行 没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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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了 老典型都被人质疑了 他绷不住了 绷不住了 绷不住了 当然他也想特尔提及次啊 最好还是消费主义的好一点 消费主义 半斤主义总比自由主义好 在自由主义和半斤主义之间 他选择半斤主义 在韩寒和郭敬明之间选择郭敬明 他无害啊 小事多乖啊 我见过路干次 每次我都想抽他 说实在的 但是我就 我就压抑不住 后来就算了 这事不是为法 就是多乖啊 多乖啊 多乖不好 多乖孩子啊 是不是啊 那无非就是追求点点东西嘛 什么了不得的事 这个好 他就没办法 你得体谅他啊 他找不到他的精神 因为他都被 戏法都被拆穿了 道貌人的他们道貌人的形象是最 尊重被拆穿的是文革 文革檔案 这些官员党案被公开了之后 人们突然发现原来这些道貌人的四位书记 市长 省长 省委书记 原来有那么多肮脏事儿 跟你秘书怎么怎么怎么 跟你文革团 又怎么怎么怎么 哦 人们就很愤怒 原来原来你们都是 都了不得的人 突然间 觉得 就看着就绷不住了 对不对 那你你乱搞都不行我们乱搞啊 对不对 所以这事就是这样 就是他这他他他没有 所以他才就是 这是 顾小事儿是他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不是他 那么他这样一选择之后呢 当然 这个 只要他不他不弄 他给他提供便利 那么这些事就会就会发来起来 这里还有一个 我们的教育的问题 对不对 顾小事儿不管怎么定 他那个文字比较比较比较怪啊 那那孩子们受了这个 我们的语文教育的荼 我们语文教育简直是一种折磨啊 突然之间发现这样文挺好啊 你又不许他宣传什么正面的东西 不是下次你又不让他讲 那只好他就 就扑到国小事儿那去了 对不对 在你的课本上你反复的宣传 你让人就崇拜毛泽东的时候 最后结果就是人们崇拜了国小事儿 这就是他的效果 这是各种合力导致的 其实这个局面也不是他乐意看到的 他乐意看到的还是全民上下徐雷锋 老师 我也看到您在网络上非常的活跃 然后我就想问这个网络 它是放大了就是中国人性格里面这种叶叶性呢 还是说它是更明确了就是人之间的这个权戒 然后或者说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网络在这个民主社会的公共生活中 他的一些就是他能起到什么作用 他的两个人都有 就是他既有放大了一根性的一面 就是很多人不负责任 恶骂人 但是也有公共讨论的一层面 就是网络的争论 其实如果是官府不加干预 其实还是能增出点名堂来 还是有人会讲理 就是逻辑是越变越轻 有些到基本道理都慢慢慢慢还是清楚了 就是比如说我们刚上网的时候 那骂你的人就是经常会说 呀你这是党养的你 怎么老老批评党老骂党 老老买党 老老书军 现在慢慢就不这么说了 我就反复想到我是党不是党养的我 我养党 我是大学人 对吧 这个道理大家一讲 慢慢讲清风大家就都慢慢明白了 所以这个道理还是 就是说他他不是说像某学人说是洪水猛兽 就是一种一个干水桶啊 一个大粪坑啊 不是这样的 虽然有人在里头胡来 但是他整体上来说 如果是你要真真是你不去那么去干涉人的言论 不去去做这些事情 或者你把那些真你要真管 你就管那些真正出格的东西要杀人那些人 你管一管就行了 但是他这都不管了 他根本不管了 威胁要杀你的人有一次 但是我也知道他们不敢真杀 我经常告诉他 我说我去到哪儿 你来杀吧 影都没有 他就吓唬你 但这言论不好 但是多数时候实际上还是可以讨论的 我呢 就是为什么来一直在坚持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觉得 现在因为媒体他管的太严 他严控太厉害 现在控制的太严 什么话都不能说 那么人总是要发声的 这社会是要发声的 那你总不发声的话 这个事情社会很麻烦 啊 我就是免我勉励的就是每天都发点声 每天说点话 完了现在又开了公共微信 我经常去我在公共微信上去说话 其实是没有什么报酬 什么都没有 像我这种人 即使是粉丝很多 我也不敢去打广告 打软广 我怕我的形象受损 所以他实际上就是个赔的 但是我觉得 他必须有 作为一个社会 必须有这样的公共空间 你必须得坚持有人去说话 好多人都被疯了 我呢 是失封失寂 失禁 而我自己说话也稍微谨慎一点 因为有时候 他真是真是他很麻烦 有时候他就会给你 就是 这个 这种网络管控是不讲道理的 所以经常会 但是我还是要经常发声 这个 因为这种东西像目前来讲嘛 因为这个现在社会啊 它就会造成人们之间的疏离感 你比如说你在村里生活的时候 那你这一个村都是谁都认识的 谁家 谁家又自己 几个子一 都别人都清楚 谁家 夫妻做爱了 你都其实隔壁都很清楚 他到底什么时候做爱了 但是在现在这个这个 城市社会里头 现在生活 你隔壁邻居住了好多年 你都不认识他 人的疏离感很强 那么有了个网络之后呢 他可以加强你的公共 人生活的公共性 这是个好事 人毕竟是一个要 就是能群 一定要群的这样一个一个动物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所以我这些是为什么我非要 处理不讨好 也非要在网络上呆 但是其实在网络上呆 时间我也不像他们说那么多 一个过来问我 我说你是不是老在这儿 我说我不是 我顶多一小时 一天就一小时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呆 我还要干别的呢 好吧 还有问题吗 那个刚才我听您说那个小学课本的事 我以前看见过小学那个语文课本 他那个我的感觉就是他为了 比如说说一个名词 假如说金碧辉煌 他好像塑造了就一段这个内容 大概也就三五行几十个字 或者一百字 来进去是一天课文 然后下面就是针对这个金碧辉煌 让他做一些这个练习啊 或者造句之类的 那我想就是说做教育的人 大家肯定不会说就是为了 故意读害孩子才这样做的 他应该给一些这个比如说优美的 比较成功的文章啊 来这样教孩子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就很好奇 我们的这个很重要的语文技术教育 为什么要这样做 首先我们的语文的课本 他的首先的目的是政治性的 他应该这么正确 这就使他受很大的限制 他选文章的时候 选范文的时候就会受很大限制 就会有好多好文章选不进去 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方法 从小学的时候 就是小学课本 最大的问题是矫情 他不好好说话 他老是迷人 一提到太阳 比是太阳公共 月亮是月亮 月亮姑娘 那太阳一意是公共吗 他就不能当婆婆吗 完了那个逆人话 倾向的挺严重 就不好好说话 不会这种白描 不会直接说话 矫情的厉害 那害得我们那小学生 你看着小学生演节目 你就走来 就下回那个连战来了 连爷爷你来了 就这种表演他很肉麻 但是其实在我们小学 是非常常见的 他们朗诵文章 我读课本的时候就这样 那为什么你就这样呢 就实际上我们的整体文化 就是很矫情 就落到小学生 就特别赶紧让你肉麻 中学的问题就是说 他第一个课文选的不好 当然偶尔也有选的 还可以的 但他教这方式不对 就是我们实际上是要 学会阅读 让他去体会的文章之美 他就是先把你的文章拿来以后 中心思想 段落大意 写出背景 然后字词句 给你分 一个文章 一篇文章 怎么只有一种中心思想 如果没有中心思想 行不行 在中心思想 你咋知道的 还要写出背景 你怎么知道的 别说本 你怎么知道的 啊 段落大意 你怎么就得到 段落大意啊 那我 我不能读出的别的东西来吗 同样一个文章 你能 你能读出一个东西来 我就不能读出一个东西来吗 我读出一个相反的意思来 就不可能吗 阅读就是一种创造 而我们把它变成标准答案 然后把它拆碎了 变成一个一个知识点 交给你 结果我们就是学了半天就学会考试了 学完之后 你对文章的兴趣就没了 韩盛工先生跟我讲 他说每次读课文 老师不讲之前 我觉得课文还凑合 还挺好 还有一点意思 老师一讲 你有一点意思 我也有这种机会 那么 所以说很多学生实际上 他上完学之后 他撕完字了之后 他没有阅读兴趣 进了大学之后 就开始放羊了 这造成了我们的学校 知识考试 他不读书 什么学霸 考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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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用啊 世界是由这些 标准答案的知识点组成的吗 你知识点正确吗 哪有什么正确的知识点 数量硬化 那我们怎么去探求这个世界呢 所以他跟这个本身这个学习的目的 背道理 背道理 他跟这个政治环境有关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执政党 他是一个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党 我掌握了宇宙真理 在我这儿 所以分解下去到那边就可以变成知识点了 这里把它拆碎了小块一块块 你们都吃一去 你们就都是真理了 那是这样的吗 根本不是这样 啊 这个世界就是自然科学 只有相对的真理 没有决定的真理 而他不断在探索 微观的一系列定理出来之后 宏观世界流的体系就瓦解了 没有这个道理 是以后还可能再往前走 谁敢说我这里在握了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思想背景去去经教育的话 就是灾难 就是灾难 所以这是我们的教育的问题 我们不是去找 我们是说老师已经有了 给你拆碎了割碎了 一个一个点 你记住就完了 你觉得可高分啊 这是一个我们教育的一个大悲剧 大的悲剧 老师那我想问一下 他就是说做教育的人 他就是没有人提出就是这种情况会很严重 会影响到 因为教育是很重要的事情 或者说 政治 那他可以专门有一些一个政治方面的课程 也不 也不耽误他洗脑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 在语文方面 一定要 就是这种残验 那政治洗脑也不是独立的 也不是孤立的呀 他会影响到这些课程的 所有的课程都会都会有这个影响 只要他是这里在握 他就会他就会被成这样的教育体系 不是没有人说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 包括有一些中学老师自己就身体力行 自己就改变这个 他不行 他改变 家长告他 因为他的孩子 因此以后考分上不去了 他会被告 他会被解雇的 完了顶上更不想变了 教育不想变吗 更不想变了 现在教育已经变成一个庞大利益体系了 利益集团了 谁会变呢 能傻能非常简单的非常傻的东西 骗你骗钱 他干嘛要改成一个精美的东西啊 编机团编那么烂 你都买 对不对 我干嘛要改 我干嘛要改啊 他不想改 我从04年开始喊 这十年了 我的文思不动 我写了无数过这样的文章 你们看过 所有该批的我都批到了 没有用 文思不动 文思不动 你再问一个吧 我刚才听您说了很多 因为我是独义经的 所以我看问题 应该是两个层次来看看 我听您讲的就是说 我们都是负面的 然后我个人的感受 就感觉到中国可能正在进入了一个马太定律 就是说 富人会更富 坏人会更坏 富人会更富 身会更穷 好人会更好 坏人会更坏 因为我个人感受就是说 前两天 我跟一个十岁的小孩聊天 他居然跟我聊美国政治 我当时都很惊讶 我说谁教你呢 他说老鼠教我 这是一个例子 然后还有一个 最后一天我的一个朋友的侄子 五岁 上小孩游入园 他跟他姥姥过街的时候 他姥姥就要带着他去闯红灯 然后那小孩跟他说姥姥 红灯 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会不会就进入一个 结果就是很恐怖的 就是说 好人会特别特别好 怪人会特别特别怪 这个 你读周易的 那肯定有阴阳思维了 那一阴一阳为之道 阴阳 阴阳就是好和坏吗 阴阳就是一分为二吗 我最烦的是 中国的这种一分为二的思维 一定要在 是啊 所以阴阳不是好坏啊 不是说我光 我说负面的 你就是认为这个不对 这个就这样的 不是好坏的问题 中国的这个传统思维 就是包括周易的思维 它不是这种思维 但是有些人就把它理解为一分为二 就是 就是中国所谓他们后来讲一分为二 就是他们就曲解了这种 周易的思想导致导致这个 其实不可能是 一分为二是一种庸熟的哲学 啊 所以我不相信这点 啊 有些东西就是恶就是恶 你这个杀人本身 他无论如何 你不能在一分为二出来 对吧 恐怖分子杀人的时候 那就是恶就是恶 没有什么 你不没法一分为二 那么那么说是不是会 好人变得又好 坏人又回来 这不可能 啊 这不可能 这个他他这个 这个我相信 其实是如果我们呃 中国人有点自觉的话 可能呃 还会逐渐的变好 但是关键是就是说 呃 如果要有一点就是 每个人都有点工 有点工艺心 就有点公民意识 就是呃 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 及时的再改一改的话 就是出小学 就给他灌输一种这种 呃 就是就是群体全倦的这种思想 啊 这种意识 可能会变得更好一点 更好一点 那么自己说他的就是 比如小孩老 呃 他的奶奶老爷 就像我们这大 这这辈人 有些人变得 有些人不怎么太好 就像说 很多人这个呃 摔倒了以后 人扶着他赖人家 就是坏人变老了 呃 那这没办法 那总共呃 能改改变就改变 改变不了 他们就还是会死的 啊 这个 对吧 这个事我觉得不要太悲观啊 不太悲观啊 谢谢大家